说啊那个NGS1.8以下的会有那么一个问题啊 其实不是的啊 都有这么个问题啊 刚才为什么1.10的没报错呢 因为那个信号啊 有个监听所有的导致的问题啊 现在现在其实也有 现在这个10也有那样的问题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即可啊 这里刚才之前我们没把那个 监听所有的主持调 所以就有那样的问题 我们先给它改成0啊 iCO0 0了看一下 就明连行修改 然后我们改一下配置文件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了 我先给它NGS停了 检查预法 其实检查预法就是 这样就报错了 然后你把这个改个1 扔个1放进去 然后瞬间就好了 这个OK了 瞬间 然后这只是命令行的 永久的就放在 ETC assess 那个那个 ctl.conf 这么一个文件 这样的 是这些 然后啊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啊 今天主要是把 NGS作为反向代理 还有一些内容给它解决掉了 最核心的是两个模块 proxy 还有个是 叫什么来着 呃 NGS反向代理一个来 哪几个模块 proxy 还有个是 up up stream 然后NGS常用的还有些什么 re-write 啊 等等等等等等 啊 这么一些 然后我给大家说了几个命令 几个命令啊 这几个命令实际很强大 所以回去总结啊 总结 一定要会的啊 一定要会的 哎 这里 好啊 然后又说了一些keep live啊 其实keep live大家已经熟悉了 只不过说一些啊 两个keep live怎么用啊 多实力啊 多实力啊 这样 然后我们下一次啊 下一次的内容就是 FVS 加上FVS和keep live的配合啊 然后剩一些时间啊 下次剩一些时间给大家 再说说这些东西啊 监控监控的啊 这样的啊 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就是这些啊 谢谢大家 好